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道小君 歡迎鎖定今天十一月十九號 在星期五晚上七點五十五分 為你播出新台灣加油 中選會在昨天舉辦的第二場的公投意見 發表會 那重點放在哪裡呢 重啟核四公投的提案方的代表 其中有一方叫做黃世修 他在會中公然恐嚇反方 就是台電核能處的處長徐永歸 恐嚇他什麼呢 說你的身家安頓好了嗎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今天痛批黃世修 講不過別人出言恐嚇 還要告人人身攻擊 而且透過了核工專業認證核私不可行 包括了嘴炮嗆告 無法保證核安 並且他們揭露黃世修的四大騙局 即使在昨天我們也聽到台電的核能處處長徐永歸 當場反擊說 沒帶弟兄衝過現場 別說你有多愛核四 當場嗆瞎 但是被嗆瞎說身家安頓好了沒 你知道今天目前為止 黃世修不認為他這番話是有失言 他還怎麼說他說有種告我恐嚇 嚇不嚇張 國人就沒有看到這個話 真的是感慨萬千 今天我們說台灣是怎麼樣派系把持台中嗎 黑道霸凌台中人嗎 媒體沒有公權力 但是司法機關都在睡大頭覺嗎 黑道流氓 當家大哥好大 大家好怕 不過現在就說可能對少年人來說 很多人拿著球棒 也可以自拍告訴警方 就是我打的 警方不敢辦嗎 台中市警察局局長 你是吃菜嗎 你是吃什麼 你真的不應該下台嗎 身為警政署長 陳嘉欽怎麼面臨這個狀況 還現在告訴年輕人 混音在廟盡了 車不用騰了 車子不用騰了 去騰 流氓 學校就好了 是這樣子嗎 是傳輸我們這樣一個價值嗎 我們今天要告訴觀眾朋友的是 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在懷疑嚴加快速致富 那我們看到的是 現在呢 聽得開口都出來 公投也出現這麼囂張 黃潔今天講話了 台灣的未來不該被這種流氓綁架 不過今天更驚悚的消息 頭條新聞要問你分析的是 年年登載2.9億元 鎮南宮的妙產 他的財產呢 今天終於公佈了 距離在14天之前吧 我們獨家連線 曾經擔任過三屆正南宮的董事長 他是王金如 他的兒子王清林 那麼跨海告訴大家 當年1999年 爸爸呢 把現金交給下一屆的 顏清彪當時只是現金 就有12億元 正南宮今天公佈的妙產 達有18.6億元 這裡頭有現金 有土地 有黃金 這是認錯了嗎 但是認錯有給答案嗎 還是不改進呢 說明了 但是未透明喔 我們不知道這一次1月9號的補血的炮火 可不可以逼出鎮南宮妙產的真相 我們要還原11月5號 怎麼獨家連線王清林 他的論述到底又是什麼 而鄭明昆 我們也知道 在王清林上火線之後 曾經在禮拜六 隨即召開記者會 當時頒出的是1.4億元 現在給我們說18.6億元 這是怎樣 破綻百出嗎 還是無形當中引蛇出動呢 來邀請這幾位來賓 首先介紹台中當地的殺戮 齊勞 對於這場選舉當中 他有獨特的觀點 歡迎陳希勳 陳大哥來到我們現場 陳大哥晚安 小清晚安 全國的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以及兩度對戰 嚴勤標的立委候選人 李順良 李校長 來到我們現場 校長晚安 小清晚安 大家晚安 資深媒體人鍾連晃 小清好 大家好 兩岸正在協保研究員 趙宇宙老師 小清好 大家晚安 大家都很好奇 嚴寬恆 包括了嚴勤標父子 現在跟國民黨的距離是什麼 國民黨的戰略 就等於嚴寬恆的戰略 就等於嚴家的戰略 歡迎前陸軍少下 于北辰 小清好 大家好 特地從立法院 給他們現場 民進行立法院李楚英 小清姐好 大家晚安 以及正名的律師 周五榮 周律師 小清好 大家好 馬上進行獨家連線 來看現在最新發展 開箱已是完成後 林靜宜與嚴寬恆 兩人走向前 就算只有一個相爐的距離 還是一樣 沒互動 現在看起來比較散 太遠了 你看起來比較散 看起來比較散 當時的指控 我們都會澄清 嚴寬恆把握時間與選民互動 林靜宜則是被帶進廟裡 繼續參香 曾經市立法院同事現在是對手 林靜宜與嚴寬恆 準備搶下立委補選席次 不過同一戰場角逐的絕對不只這樣 因為林靜宜十五號完成登記 隨後還有五黨籍李生翰 嚴寬恆與台灣股票黨的張炯春 則在十八號確定登記參選 已經來到登記最後一天 前黎明幼兒園園園長林靜蓮 也完成登記 不選登記不過是選戰賽場的門檻 哪怕距離投票只剩五十一天 林靜宜與嚴寬恆 再度同場卻零互動 持續在選區各自耕耘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連線到臺中 給民進黨的臺中市議員 施智昌 不過連線給智昌之前 這正是在今天熱騰騰 所公佈的一項 來自於鄭南宮 比較關鍵性的資料 這是他今天發布給所有的媒體 你可以看得出來 還印有這個大印 財產法人臺中市大甲鎮南宮 我們看到二零二一十一月十九號 十一月十九號 這個標題叫做針對最近有關 本宮財產申報相關報導 僅做出以下幾點回應 這個標題字不是非常清楚 我稍後讓觀眾看 總共有一二三四五跟六 五跟六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放大 比較精緻讓觀眾朋友瞭解 然後馬上連線給施智昌 他怎麼回應呢 這六點的回應 第一點的部分 根據財團法人法 由捐助人捐助一定的財產 經主管機關許可 可向法院登記為法人 本法所稱的基金 只應向法院登記之財產 為原大甲鎮南宮管理委員會 在民國六十七年捐助成立財團法人 大甲鎮南宮之財產總額 為我們看到這裡頭出現兩億對不對 兩億九千一百六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十八元 兩億九千就是二點九億 而此數所稱的財產總額並不表示法人的全部資產 OK 好第二個 依照全國性內政財團法人會計處理跟財務報告的編制準則 應該以淨值 二次方能夠表示法人的全部資產 OK 淨值 那淨值指的是什麼 全部資產 減除全部負債之後的餘額 也告訴我們是這樣子 第三個呢 財團法人大甲鎮南宮長期以來 接依照宗教財團法人會計相關規定 並有會計師每一年針對發票 憑證 傳票 還有資產負債表 收支營運表 禁止變動表 包括現金流量表 財務報表等內容進行 審閱查核之後呢 鞭策存檔 好 這三點 另外呢 進入很關鍵性的 接下來他說 依照會計師查核之後 大甲鎮南宮一百零九年 現在是一百一十年 還沒有過完 他現在跟你說 我去年一百零九年的財務狀況 第一個 來分成 我們現在大甲鎮南宮 有流動的跟非流動的 流動含什麼 現金收款 總共有多少呢 這裡頭是 五億五千兩百六十萬 九千八百四十四 OK 五億 這裡五億 五億五千兩百六十萬 九千八百四十四元 非流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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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不動產的 不會流動的 來 土地 停車場用地 建物以及設備 備品 金媽座 還有運輸設備 商標權 黃金等等 這裡頭有多少呢 這邊是五億 來 十三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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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四百二十七萬 六千八百三十八 所以等於是說流動資產 約有五點五億 五點五億 然後呢 這裡頭是十三點一億 等於是說在正常功能部分 流動跟非流動加起來是十八點六億 接下來第五點 他說大甲正南宮在民國九十二年 捐助新台幣呢 這是三千萬 後面四個零 三千萬元 成立財團法人 大甲媽社會福利基金會 他捐了 在九十二年捐了三千萬給他 之後在民國九十七年 創辦了大甲正兒童家園 財團法人大甲媽社會福利基金會 一百零九年的財務 好 告訴我們 接下來告訴我們是社會福利基金會了 同樣分流動跟非流動 我們看這個福利基金會 裡面有一個兒童樂園 流動資產 有現金 有短期投資 有收款其他 這裡頭有多少呢 兩億九千一百六十二萬 九千一百五十五元 OK 二點九億 快三億 在福利基金會裡 將近三億 二點九億 非流動資產 還有基金 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 有多少呢 有兩億 四千三百 一十五萬 五千五百二十一 等於是二點四億 這個地方加起來大概要多少 有四點 四點三億 五億 五億 五點三億 大概 五點 五點三億 有五點三億 OK 最後一段他要強調 僅此聲明以正視聽 判渡絕外界及媒體不公正的猜測報導 對大甲媽的信徒們統一說明報告 來 連線到台中給美金黨的台中市議員 是智商 智商我想請教 鄭南宮終於說明了 問你是有給答案嗎 來 智商怎麼看 我想首先第一步 我還是總算大甲鄭南宮願意踏出這一步 正面的開始來回應 那當然他的這個發聲明裡面有提到六點 我想大家都很關注這18.6億這個數字 那我特別在這裡說明 我們也去做了瞭解 其實他提供的18.6億是淨值 淨值是什麼意思 就是總資產扣除掉總債務 的淨值是18.6億 但是我想這樣的數字 對很多的市民朋友 甚至是關心我們大甲媽的所有的這些企業 甚至有贊助過錢的朋友來說 這個數字是沒什麼意義啦 為什麼 因為我想我們大家都想要了解的是 到底鄭南宮你的總資產有多少 你一年有總收入多少 又支出了多少 又支出了在哪裡 我想這個才是我們大家在關心的啦 所以包括在這個聲明裡面的 所有的資產表 包括所有的這些 你有幾個戶頭 我想這些都應該要慢慢的揭露出來 那當然第二個 我想這個依照黃定理律師 這個燈載不實 這個每年像我們財團法人大甲鄭南宮 每年必須要向法院來做申報 所以說每年的這個2.9億 顯然跟這個18.6億是有出入的啦 部分應該可以去查 那當然大甲媽不利基金會 其實這個跟財團法人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不利基金會 所以依照財團法人法 不利基金會必須每年主動公開 相關的財報資訊 所以這是完全兩個不一樣的單位 所以我認為 我們期待鄭南宮 董事長副董事長應該要再更多的資料 當然我想提供了這樣的一個 會計的一個聲明 我想這一些兩個月開一次會的 董監事會們 董監事們 你們到底有沒有看過這個會計師 所算出來的這個報表 你們有看過嗎 你們通過了嗎 我想大家再疑問的 是 誒 志昌你提到董監事 現在董監事是什麼樣的成員 那真的有開會嗎 最近的一次開會又是什麼時間呢 以我的了解應該這一份報表出來 董監事我有問了一下 他們有收到相關的簡訊 所以今天鄭南宮所發表的這樣的聲明 包括會計師相關的憑證 所調查出來公告的這個結果 我想兩個月開一次的理監事會 現階段現任的這些理監事 到底有沒有參與到這個審查的會議 這樣的18.6億的數字真的是對的嗎 我想這個也是很多市民朋友大家的疑問 那志昌我想請教主管機關不是台中市政府嗎 那照道理如果他年年都要申報 台中市政府應該有更進一步的資料不是嗎 為什麼鄭南宮不一次把明細給秀出來 你所了解的是為什麼 當然我想這個主管機關當然是台中市政府 那我特別要提到 提一下財團法人大甲鄭南宮的主管機關 是台中市政府 但是大甲媽福利基金會 他其實是內政部 所以說講到財團法人大甲鄭南宮 其實市府是民政局是主管機關 但是都只有被查 都只有被查 到底這個帳 或者是他們提供的這些資料報表 有沒有問題 其實我們的民政局 我們的公務人員是不了解的 他每年提供到來資料 你只要有提供什麼樣 包括年度的計畫書和交成果等等 只要你都符合這些要項 原則上他就算報備完成 是是 OK 看起來有非常多的疑問 期待去釐清 非常謝謝智昌跟我們進行連線 我們還要連線一位關鍵性的人物 不過在連線之前 我讓個人朋友聽 為什麼呢 這是在14天之前 我們的這一段很關鍵性的訪談 也引來了鄭南宮的副董事長 鄭明坤上火線來做說明 可是以今天所公佈的數字 跟鄭明坤副董事長所提供的數字 其實是又是不一樣的 是怎麼樣 是三共四老虎嗎 為什麼 先聽聽看好不好 王清玲 王清玲當時在11月5號 接受我們訪問時 王清玲是誰呢 是鄭南宮第三次五屆董事長呢 王金鲁的好心王清玲 他說爸爸在世的時候告訴他 1999年當他卸任之後 被迫把鄭南宮交給 下一任的協調者 擔任董事長的嚴青標時至少現金是有12億元 1999年就有12億哦 當時在接受我們訪問時 包括在現場的兩週之前的中聯話 還問他幾個問題 來聽聽這個大現場 鄭南宮就是說讓他能夠在經營上 就是人事管理上 能夠步入一個比較企業化的一個管理 那借重就是說 當時想要借重父親在 在事業上的一些經驗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幫忙 那我父親當然就好像 也自己可能有那個 就是當時自己有很高的一個意願 然後就說就答應了 然後也是經過選舉 也是經過選舉 那當然也是大家都知道了 台灣就是台中地方有紅黑派 那也是經過紅黑派的一個選舉 到最後也是他出現 然後做了第三屆開始就開始由他擔任董事長 根據我父親後來就是說 跟我說的就是說轉述給我聽的 我爸爸他第三屆接 從第二屆接過來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銀行當時的存款 大約有兩千萬台幣 然後金子這些不動產這些 數量沒有說多少 但是有很也不少啦 但是沒有確實一個數量 然後到我父親做了12年 說起來那個好像被一個比較違法的 你說放棄就可以了 就是直接用暴力的手段這樣子去做 但是他告訴我 當時的那個存款 銀行的存款有12億 經過了12年以後有12億 所以這幾天我在 就是看到台灣的新聞在報說 鄭南公缺錢 以我的了解跟過去的了解看法 鄭南公應該不會缺錢的 所以王大哥那時候 因為現在元清標做22年 爸爸做12年 換句話說是30多年進行 一開始第二屆交給爸爸第三屆 現金現金就兩千萬 對不對 兩千萬 那時候一棟房子才七八十萬在大甲 差不多 對 那時候一棟房子才七八十萬 三十幾年前 對 即使以現在台北市 最夯的信義區的房價 三十幾年前 對 大概也大概差不多 就三百萬四百萬左右而已 三百萬 所以可以 這個金額是非常龐大 更不用說 他做了三屆之後要交出去 給顏清標後來接掌 有12億的現金 這個不含金條跟不動產 對不對 不含金條跟不動產 正南宮本身的資產 現金之外 也有很多不動產 也有很多土地嗎 金條也很多嗎 對 對 這是事實嗎 事實 這是事實 土地像 比如說蓋自己所使用的 那個什麼文化中心 還有在比較接近 好像大甲跟外埔 比較接近那邊也有很多土地 對 以前我記得父親在位的時候 他還有規劃要在 那個孤兒院還是什麼的 好 各位觀眾 您所看到是兩個禮拜之前 這是王金魯的兒子 王清領跟我們獨家上火線的時候 說出這個內容 1999年 父親當時交出來資金 是現金至少12億 交給了下一屆 那父親在12年前 在1987年的時候 當時他接掌的時候 現金第二屆交給他第三屆的時候 現金是兩千萬 等於是說他的12年任期 是從現金兩千萬 增加到12億 那今天正南宮的說明裡頭 流動跟非流動的 總資產間的總負債 變成18.61 來 從這個六點說明當中 來 周律師看到什麼 我聽到今天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本來覺得 袁清彪董事長 終於有GAS敢公佈了 然後媒體下了一個標題 不忍了 鄭南宮賽賬本 財務狀況一次攤開 我想說真的是一次攤開 一看 這根本就在侮辱人民的智慧 這根本在敷衍人民 鄭南宮他的出資額 兩億九千萬 這等於差不多三億 一開始在民國67年的時候 就是這個金額 他後來都沒有變更 那這個金額是從哪裡來 你在哪裡看到的 這個是他一開始的出資額 這個在法人登記上面就會有 從一開始捐贈的時候 在那個時間點 一開始就是這個金額 三億 所以不會變動 不會變動 因為底線三四十年 這個金額都沒有變動 這個不會有問題 這個不會有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要變動的話 就像是公司的出資額 如果你要變動的話 要經過股東大會決議 然後再有人增資進來 但是財團法人 這種財團法人 一般來講 就用原始的出資額 作為他的捐款金額 所以一般來講 這個金額不會變動 就出資的金額 對 不是他的總資產 不是總資產 這個金額不會變動 這沒有問題 這絕對沒有問題 他不用去解釋這個 但是你要知道 那個時間點的三億是多少 然後後來變成現在這個金額 所以六十七年 一開始就出資 就已經兩億九了 你知道當時同個時間點 郭台銘 他的鴻海塑膠 他的出資額多少嗎 三十萬 然後那時候的捐款金額 已經有三億了 你看現在郭台銘的 他的市值多少 六十七年 對 六十七年 那個時候郭台銘剛創業 他是出資了三十萬 然後後來當然他們 盈利公司可以一直增資 但這個這種非盈利性的 他不能一直在變成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嗎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嗎 六十七年郭台銘要蓋的時候 又來自於很多的募捐 募捐 對 許多的百姓或企業 一些善欽人士 我們蓋一個廟子 總共累積的出資金額 緊緊緊緊緊 就這麼多 就這麼多 就已經這麼多了 小君這個是已經扣掉蓋廟的錢 這個是當時信徒捐贈 成立一個財團法人的 等於是他的本金 本金嘛 就是三億 就差不多是三億 對 就捐了然後 這些錢是都沒動的 因為依法 捐這個錢嘛 這個錢是不能用的 那這個錢是怎樣 是蓋廟之前捐的嗎 沒有 就是已經都蓋了廟 成立財團法人 登記的就是這個金額了 對 OK 當時不管他是用現金 或是抵現金的方式 反正那個時候的價值就是 已經有三億這麼高 然後經過了四十幾年 他竟然給我這個報表 我看的是傻眼 你竟然只剩下這麼多啊 你要知道喔 同時間 因為我們財團法人法 107年在立法的時候 當時發生很大的爭議 就是宗教法人到底要不要列入 那個財團法人法的限制 你要不要去對外揭露 但是因為 為了要讓一些人得到滿足 所以把宗教法人給排除在外 然後要另立法律 所以說宗教法人 財團法人法 對於宗教法人這部分 還沒有立法 但是我跟你講有很多機構喔 很多神信的機構 他們已經對外都在揭露了 像例如慈濟 行天公 恩祖公 他們都有在做很清楚的財報的揭露 你看這是慈濟 可能字太小 這是慈濟他的會計師的查核報告 你這個資料從網路上找到了嗎 網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他都已經上去了 而且他是一個很清楚的會計查核報告 裡面也像他說的流動 非流動資產 而且數目都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一個資產負債表這麼的清楚 這個是慈濟的 然後你看慈濟當時的 慈濟加起來的資產會有看得出多少嗎 說實在慈濟現在真的好有錢喔 我算了 他有千億的資產 應該是連不動產 對 連不動產在內 就是被流動的 流動跟被禁止 他現在有千億 千億的資產 你看慈濟那時候成立 鄭南宮今天跟我們說只有18.6億 鄭南宮只剩下那麼多 然後其他 我們再看行天公跟恩祖公 他們都有百億的資產 人家也說是清清楚楚的 這是行天公 人家也在 也是做會計師查的報告 我不是他行天公的人 我只是網路查 就可以查得到 他們所有也是一樣 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 所有的禁止項目 也是可以在上網查得到 這是行天公 行天公資產多少 行天公資產在這裡 他也差不多百億 有百億 有百億 對 這裡頭有看出他 所謂的流動跟非流動 都有 他們就是用資產負債表來列出來 一樣 流動資產 然後再來是現金跟月當現金 然後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然後這個是 再來就是非流動資產 然後再土地 非流動資產 然後土地 然後列下來 一樣 然後每個細目 好 那他百億是百到多少 他到資產多少 這是千元 這是千元 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億 十億 百億 到百億 就一百億 行天公就一百億 行天公是 五十億 五百億 少一個五喔 一看成五喔 這是五 五百億 五十億 你再看一次會不會變成十億 不會不會 這是在目前為止 是算到 這就是 年份是 二零 一零九年 跟他一樣 去年的 其實行天公跟恩主公 跟那個 跟那個 聖南公 其實他們的香火鼎盛的成步 差不多 他們收入應該也 差不多 為什麼人家可以 五十億 這是同性質的喔 人家敢揭露 人家敢這樣清清楚楚的列出來 你竟然給我一張這種東西啊 那不是財報 那是新聞稿 這叫便條紙啊 然後還有律師還敢去背書 我實在是 這會計師還敢背書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至少你要像這樣子嘛 列出來 那這個是 這個是行天公 這是法股三 法股三就沒有那麼清楚的 列出他們的財報 可是他們把每筆捐款 捐贈收入 利息收入 支出 所有項目 也是一樣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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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明細 列得清清楚楚 然後董事長蓋章 也是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也是一百零九年的 對也是一百零九 那法股三的資產看得到嗎 他這個 當年的捐贈收入 捐贈收入跟支出 他只有列出當年捐贈收入支出而已 並沒有資產跟負債表 所以我們看不出說 今年一百零九年 他到底有多少 那我們剛剛我們就看到了 慈濟跟行天公 兩個機構 他們在這麼多年 也是這麼多年經營底下 你看他們資產 一個是多少 一千億 一個是多少 五十億 然後呢 你竟然 怎麼加這麼加 就不到二十億啊 你到底是在搞什麼 這中間的錢到底去哪裡 我們再來看一點 他裡面 真的我看了 我就覺得想吐血 第一個 他列出的流動資產 沒有錯 現金 應收帳款 其他 這個 這個都到底應收帳款多少 是最重要的 現金多少是最重要的 你要把它列出來 你要才知道說 你有多少人欠的這個 正南公錢啊 到底有多少人敢欠這個公廟錢 這個要列出來啊 這是他的現金 你說他有值什麼多 那你要把項目列出來 應收帳 你的現金到底有多少 應收帳款有多少 這個才能夠交代 是 這個你才能知道 他可能 也許明天再公佈第二波 不可能 不可能喔 我覺得不可能 為什麼 第二點 他就讓我覺得不可能 第二點 他列了一個商標權啊 對 正南公有什麼商標權在 這個正南公商標權 你怎麼估價 你把它估在13億裡面 到底估了多少 你怎麼估價 這個部分讓我很氣憤 你把這個放進去 我覺得 不太符合那個 宮廟的那種性質 另外有一個 宮廟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叫做黃金 叫黃金 好吧 列在這邊 對 我跟你講 黃金從19 他成立以來 到現在 我給各位看一下 黃金漲了多少 1973年喔 還比他後面喔 1977年喔 對 那時候黃金價格是五十幾塊 嗯 現在是2020年 他用他的基礎是 在這個 現在是1800塊 幾倍 讓我看幾倍 30 黃金已經漲了 至少 30幾倍 到30倍 30倍 那你在這幾年的黃金的價值 你 到底 你的現金去哪裡了 嗯 都是用黃金在算你的 非流動資產嘛 嗯 那你的現金呢 是 這個是大問題啊 因為 這裡的你的黃金的資產 漲了這麼多 你把它算在裡面 你當然 很有錢 看起來很有錢 可是那個 你能賣嗎 妙的黃金你可以拿去賣嗎 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裡面又算出他非流動資產裡面的 土地的資產 嗯 你知道台灣的土地的 土地的公共限值漲了幾倍啊 這個是年利率的走勢啊 這藍色的線是 台灣的地價的走勢 在19 他的那個時間點 1970幾年是 1978 差不多兩塊 差不多一平方公尺 1978 1978 一平方公尺差不多兩 兩 兩塊多 嗯 好 然後現在價值多少 現在是57 幾倍 也是20 也是20到30倍 嗯 所以他土地的價值 其實那時候 從那時候換算過來 你再把它 你根本 這 你把這難過給做虧了 嗯 為什麼 當初是3億 如果你乘以20 或乘以30 對 鄭南公現在應該有多少資產 至少百億了 六十億到 九十億 至少應該這樣才是合理啊 嗯 不要說像行天公或者實際資產 這麼等級 可是鄭南公感覺 他的香火底盛 好像不輸給文主公耶 現在他 他現在的禁止不到二十億 嗯 真的會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啊 如果你把那時候三億放著 什麼都不要動 就是他就投資台積電 就用股息 還做三支就好了 現在不得了 現在 現在也超過這個都很多很多很多了 對 所以這個 我覺得 袁清彪你真的必須要好好的 做出解釋 最好把你這幾年來的資產負債檔 好好弄個清楚 好來 重點是 來重點話 看起來 某種程度認錯 我說認錯是什麼呢 我等一下告訴你 為什麼認錯 因為鄭林坤當時說 他要告王清零 對 他說哪有十二億呢 只有1.4億 喔 1.4億 你現在認錯了 你知道我認錯說我現在18.6億 可是認錯之後 好像沒有給答案喔 那你怎麼看 的確喔 今天公布的就一張A4的紙 雖然蓋了鄭南公的這個大印 但是我們其實期待看到 其實也不用麻煩記者啦 你就學行天工 學慈濟 你就把它通通上網 那我們自己上網 就可以查得到 當然上網的格式 剛剛周律師給我們看 他有會計師的簽證 有大印有小印 通通都有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 標準的會計文件 那除了剛剛周律師 點錯一點 我剛剛還有一點懷疑的 就是他不是投資了 捐贈了三千萬 成立一個財團法人的 社會福利基金會 大假媽的社會福利基金會嗎 沒錯沒錯 他現在的資產根據正常公布 有五億多 對 大概五億三千萬左右 對就是這個部分 對 他是說他大正然公 等於是我九十二年 我用三千萬去成立 這個福利基金會 然後這個基金會後來又成立 一個大假兒童 兒童家園 對 然後裡面流動跟非流動 二點九億跟二點四億加起來 五點三億 五點三億 你知道你的懷疑是什麼 這邊有幾個數字 一個是捐三千萬嘛 現在變五點三億 等於增加了五億嘛 九十二年今年是一百一十年 這八年之間 這個社會福利基金會 他增加了五億的資產 我跟你講 這是金銀之神 因為我們知道 依照法律 福利基金會 又是兒童家園 可以大補成長 依照法律他們是不能盈利的 他可以接受募款 他可以接受捐贈 但是他不能盈利 他不能盈利 這是法律法有明定 對 就是社會福利基金會 他是不能盈利的 他是可以接受捐贈 那好我們就 只能認為說 這五億 這八年之內 有人捐了五億 給這個基金 而且應該是超過五億 因為他基金會有支出嘛 他不會只收不付嘛 所以很多人捐錢 只可以給這個基金會 那請問 你可不可以公佈 這些捐款的明細 八年而已資料不多嘛 你應該可以公佈捐款的明細嘛 就是說你這個基金會 他是做善事 照理說 他是只會有支出 他不會有收入的 那好 你的收入一定 我們合理的推斷 一定是來自於捐贈嘛 那到底誰捐給這個基金會 還有這個基金會 支出了哪些項目 這個我覺得 不管你有沒有捐錢 給這個基金會 他是打著大假媽的名義 你用身邊的名字 你不能做壞事喔 你必須要告訴我們 我這個基金會 因為那個帳目 只有八年而已 應該不會很複雜 你就把它公佈出來 我每一年 只有八年而已 對我每一年做了哪些善事 我救助了哪些人 因為他是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才成立嘛 還成立才給他的 今年一百一十年嘛 十八 現在是一百 一百一十年 十八年嘛 十八年可以公佈嘛 對不對 還在後腦腦筋很輕鬆 沒怪你做後腦 就是說你其實是可以公佈的 你應該是公佈 就是說今天你看 我們看台灣有太多的基金會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 譬如說我舉一個最有名的 這個蕭基會好了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人家也是每年在公佈他的帳目 我今年收到多少募款 你什麼時候聽過蕭基會在賺錢 蕭基會 台灣的基金會 其實我跟你講 台灣絕大多數 我敢說百分之九十以上基金會 他的經營其實是非常辛苦 他大概每年就是 勉強能達到收支平衡 已經已經算黑米豆腐了 沒有基金會跟他想說 我的財富 我的資產可以增加的 還是說民間很多捐款給他 然後拿了政府很多的補助 我覺得這個 但是我聽說 內地人 說一公佈要落四點八萬 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小君 這個我們不知道 像我很尊敬的黃玉學老師 他有一個 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 他每次看到我也在賺錢 每次說 什麼人知道什麼金主 到終極 因為台灣的基金會 經營真的很辛苦 那好 如果說你的大甲媽媽基金會 如果這麼經營有道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把這個經營 分享給台灣所有 想為社會做事情的基金會 告訴他們說 我們是怎麼經營的 九十二年的時候三千萬 經過十八年 現在有五億三千萬 你應該分享給大家 那我覺得這個 如果你可以不令 分享給大家的話 對於整個大甲政黨公 或是對於顏董事長 都是一個形象的大加分 就你除了自己可以做善事 你還可以教別人怎麼做善事 而且不用耗費掉其他資源 就是我靠我們自己的經營有道 可以從三千萬變成五億三千萬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帳目 我是非常好奇 希望有一天正南公可以公佈 我是覺得 你不要像擠牙膏一樣 大家講了兩天 你就給你一張A4 那我們再討論三天 可能給兩張A4 那討論到選舉前 他可能給你三張A4 我覺得你就一次把它公佈 你就放在網路上 有興趣的人 自己自然會上網去查 那自然你細節出來之後 大家就可以 如果你這幾年來 這個錢真的都做善事 那我們覺得很棒 鄭南公好棒棒 對不對 那如果中間有非法的地方 我覺得我是呼籲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你們要主動去 因為我知道 我們的所有的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也好 他每年的帳 是報給主管機關 但是因為太多了 主管機關 沒有這個能力 也沒有這個能力 每一筆每一間都去查 通常都是有人檢舉的時候 或是說有鬧出什麼糾紛的時候 他們才會去查 那現在我們既然這麼多人 在討論大腳之難攻才會問題 我是覺得台中市政府的社會局 你就應該要去查 那如果台中市政府社會局不查 那是不是落實了一個民間的傳言 就台中市長其實不姓盧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你可以主動去了解嘛 你去查清楚說 你這幾年的帳號 我來看一下 還有這個基金會帳號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有不符合使用項目 我沒有說違法 有沒有不符合使用項目的 你就把它查清楚 給大家一個交代 來看起來應該說明的面向還蠻多的 來校長 你怎麼來看呢 的確 我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 現在有兩個部分 因為第一時間說真的 王清寧所講的是整個妙產 但是鄭明昆 上火線所講的是福利基金會 那福利基金會裡頭 我也覺得很奇怪 福利基金會為什麼裡頭的現金 還有短期投資 對 基金還可以投資 還可以短期投資 然後非流動裡頭 基金的不動產 還有廠房跟設備 你這個福利基金會 又有不動產 又有廠房跟設備 還是留價非常多一點 最大的疑點是 怎麼還有短期投資收款等等 來 校長怎麼看 這鄭南宮看起來有說明 但是好像並未完全透明 在我的認知 這種會都超過我們的行為 我們所了解 真的我不瞭解 他就明白了 因為這種基金會 或是這種廟房 經營政府沒辦法去感讀 而且沒辦法對八時率明清楚 所以八時這樣敗到 關到這樣是在做什麼 我們自己為例 我有幾個社團 那只是資産 沒資産 就像資金幾萬塊 補得清清楚楚 學校就好了 我做學長十幾年 學校的所有的社員 也清清楚楚 說哪有可能一庫文會流到 什麼說你收集人家觀看 你會說我不知道要用到的 哪有那個事情 政府的補助看 大家也都很清楚 再說一些比較趣的就好了 我一百空一年退休 二零一二年退休 我一百年的年底 我做好另外財產申報 結果我一百零一年退休以後 五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正風施工 我財產申報不實 我也申報 他就結案了 就沒事了 結果最好笑的 一百零六年的四月二十號